鹰毛有啥用 刮掉会怎么样 我们身上有很多毛毛 总是会让人觉得很多鱼 像喜欢穿小吊带 穿小裙子的女生 就会把夜毛腿毛给刮掉 喜欢撒天去海边 穿比基尼每每玩水的人 也会想着把鹰毛给刮掉 根据美国做过的调查 有84%的美国女性修剪过鹰毛 62%的美国女性 最少替光过一次 而我们许多人 在青春期鹰毛刚长出来时 会觉得很羞耻 也尝试过去刮掉剪掉 结果发现毛毛长得更凶了 还特别的扎人 那么鹰毛究竟有什么用 刮掉会怎么样呢 首先当一些灰尘颗粒 一些病菌 一些脏东西 在入侵我们四处的时候 鹰毛可以起到生理屏障的作用 把一部分的入侵者 给阻拦在外面 保护我们的四处健康 接着当我们人体在行走 跑步跳跃等各种肢体运动中 四处容易和衣物 或者外界发生摩擦 鹰毛也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 就可以降低四处和衣物等的 直接摩擦 起到保护四处 娇嫩皮肤的作用了 它那衣服又比较容易猫汗 鹰毛也能够起到 导出汗液 通风透气的作用 避免四处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 减少细菌滋生的可能 那么鹰毛的好处这么多 刮了会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四处皮肤 本身就很娇嫩的 刮毛很容易刮伤皮肤 而且四处的皮肤褶皱很多 刮毛也很难把毛毛刮那么干净 轻则很扎人 胸则毛脑感染发炎了 也会很疼 那么你还会想去刮掉鹰毛吗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刮的毛实在是太多了